这多少钱呢 一万五 怎么才一万五啊 这也不够啊 另一半他买电稿了 怎么买电器 还得用你们的份子钱啊 份子钱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们夫妻还分那么清楚啊 夫妻有时候分得才清楚呢 他可是答应我的 这给一半算怎么回事啊 要不要要不要 不要我还回去 哎哎哎哎 吵架了 这你们才结婚怎么就吵架啊 哎妈教你那些招你没用上 对付他那些 人就没把你当回事 我告诉你啊 今晚上就不让他上床 还上床呢 我跟您说实话吧 自打我嫁过去 人家就没碰过我 你闺女到现在还是个处女呢 处女 来了 来了 谁呀 佳琪妈 娘子妈来吧 你好啊 这不说了要来你家看看装修吗 是是是 欢迎欢迎热泪欢迎 快请进吧 好 你看看吧 本来啊 我们也想就随便装装就行了 心想四白落地不就挺好 可是不是正好赶上孩子结婚吗 这装得仔细了一点 这这这是什么 书架 这是书房 苗子妈 太暴富了这 不是不是 太有文化了 对 我们老邓不是文化口的吗 那是那是 你看我这个厨房 我是最欣赏的 你看 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 我们中国人不是炒菜 容易有油烟味吗 是是是 你只要把这个门一关 你随便在里面怎么炒 外面一点味都闻不着 炒菜有专门的房间 太讲究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调理台 这是八凳 我儿子他们两口子啊 就喜欢这个地方 来来来你试试 试试试 感觉一下 哎呀 怎么样 你看看这视线 你看看 这得花不少钱吧 儿子不是写文章 能挣点钱吗 这些都是他写文章 挣来的钱呢 那倒也不是 我们家呢 本来也想把房子呢 装修装修 可是后来一想啊 如果我们苗子一结婚 不是把刚装修的拆了 得重新来吗 现在不是讲究什么 低碳生活吗 我和他爸爸就决定了 现在不装 等到苗子结婚 我们再装 一步到位 今天到你这儿来一看 六个字 受教育 受刺激 受启放 九个字 走了走了啊 我太喜欢了 太喜欢了 我不送了啊 好的好的 走了啊 好 太好了太好了 慢点走啊 好 有时间过来玩啊 好 再见 这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怎么说呀 丢不丢人啊 我看还得怨你 怎么怨我 要说起来吧 你和佳琪这婚姻呢 是有点包办的意思 这邓佳琪有怨气 那也是应该的 关键是啊 要看你以后 能不能拢住他的心 该做的我都做了 可是你做的还不够啊 宝贝 既然你老公不愿意碰你 那你就不理他了 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啊 有你这么跟女儿说话 这么教女儿的吗 那我不教你 还让你婆婆教你啊 这两口子嘛 肯定有一个主动 一个不主动嘛 这男人呢 就喜欢顺从 你就不会顺着他点 他一高兴 你们这事不就成了吗 那妈那小店 就算是有着落了 你看你看 搞了吧 你还在大您那如意算盘 开个小店 可是你妈终身的理想啊 走啊 去哪儿啊 上街啊 这儿还真漂亮 这儿干嘛呀 别管 哎呀 这儿还漂亮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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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如想开展第二春吧 去 去 瞎说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 哎呀不行 这儿太厉害了 哎呀我的天哪 哎呀这太好看了 哎呀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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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菲儿 你穿上太漂亮了 您穿吧 这是给你买 哎呀妈那年代啊 她这儿没有这些 她要是有的话呀 那个 妈也也没法穿 穿了给谁看呢 你爸不在了 这别人不得骂我老流氓呢 那我凭什么穿真运啊 一放上去了 哎 你要一穿上这个 肯定特别漂亮 为了佳琪啊一定很喜欢 她一喜欢一高兴 这你们俩这问题 这不是又解决了吗 何人您来这儿 让我买这个是为了讨好她呀 我凭什么呀 这你不懂 你骂我啊 可是过来人 嗯 知道什么 让男人喜欢啊 你看 哎哎哎 我跟你讲 你把它试试 要是尺寸合适 那咱们就买了 哎这全是透的 这是性感 你懂什么呀 这这您看 哎哎一根绳 这才好看嘛 这怎么算呢 我跟你说 哎我求你了 好看累死你了 我求你了啊 你咱们就试试吧 你看你这孩子 你怎么就不贴人家了 你看你看 我 我要当制片人了 是啊 尖尖叫呢 行行行 这个事老邓写剧本 我主着项目 哎 这靠谱吗这是 怎么叫不靠谱呢 什么 这项目是我抓的 我们那陆总投的 我们公司正 这么气着我 我熬了这么多年 我应该有翻人拥肉吧 对不对 没事 高兴啊 那你除了这件事 你 你没有别的事跟我说 你是不忘了呀 还有什么事啊 结婚呢 你不是说你当我制片人 就俩就结婚吗 能不能不在我这么高兴的时候 说这么丧的事 不是 人家老话说了 服务双制祸不担心 大伙 什么叫服务双制 什么什么祸 我说的意思是 你不应该在这个时间 跟我说这些话呢 那我应该在什么时间 跟你说这些话 你看我现在压力很大呀 你得让我放手去爱 不是放手去努力地工作 对吧 江山美人金钱 我我我 等等等 全入我的 您别太狂了 真的您这还没当制片人呢 您这要当制片人 那中国野人圈 还搁不下您了 我狂了吗我 我狂了吗 你就现在把我想象成一面镜子 您照着 您现在这副嘴脸 我熬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这么一机会 我狂一下我 我得意一下不行吗 行 但是你咱就一小会儿 别出去丢人行吗 这还差不多 那什么 你结婚那事 我想得挺清楚的了 等我成功地把这戏做完 咱俩就结婚 我爸 喂 你在哪儿了 快回家 你妈疯了 什么 谁疯了 你妈疯了 我先回家了 我妈说我爸疯了 不是 我爸说我妈疯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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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你气疯了 一包 别写错了 弄 拉着 二百万 喂 喂 苗子 你回来了 你妈想起一出事一出 下面事态如何发展 还不知晓 九十六 九十六 记住了 妈 苗子 你爸呢 记了吧 记住 九十六 九十六 你爸拿不定主意 所以把你叫回来 我决定啊 把咱这房子全部重新装修一下 为什么呀 你妈今天去了趟邓家洗一讲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那房子装得再漂亮 不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吗 也是单位分的集资房 中西分开的厨房 炒菜专门有一房间 那么大的吧台 从这儿到那儿远了去了 那俩八凳我这么够 我坐在上头也运哪 我就想啊 什么时候 他们别坐在上头 摔大喇叭成一五脸心 行了 妈 我也算是明白了 您呀 就是上老邓他们家 看了看人家新装的房子 受启发了 那您就想把咱家装得 跟他们家一样是吧 七十六 什么像他们家一样 我要在他们家的基础上 装出我们的风格 我们的品牌 人家老邓那是要结婚 所以人家装修房子 我这好好的不 别别别 我装修的目的就是按照 你结婚的风格来装的 等到你结婚的时候 你就不用装了 省一大笔钱哪 俗话说 没有金凤凰 引不来梧桐树啊 应该是 不见兔子不撒鹰 不见鬼子不挂衔 不 不叫黄君多挂衔啊 你说说的什么呀 那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舍不得媳妇逮不着流氓 这不像不像说 那个裙口线什么 反正啊 妈 就是我结了婚了 我也不跟您一块住 不是 怎么可以呢 那你住哪 我肯定要自己买房子呀 我听出来了 这家伙呢 娶了媳妇忘了娘 有了流氓忘了狼 哎 偏方 专制男人那方面呢 爸 佳琪的 宝贝 你别怪妈妈多想 我一直啊就在怀疑 你说这老邓家 这么着急着给儿子找对象 那一定有问题 你敢证实了吧 这段特惯用 你俩我去试试 要是吃得好的话呢 妈得给你买吧 这不会出事吧 妈这个不好 这要有危险 那我还能弄吗 你把它打开 放在汤里头 让它喝 我跟你说 那喝完了以后 一定特惯用啊 听话 他老苗兄弟 怎么玩啊 别唱了 怎么了 感觉一下摸一下 黏不黏 有 有点 谁洗的 我 你说你为什么用面汤洗碗呢 你不是说用面汤洗可以节约洗洁吗 对 你就是用面汤洗碗 洗好以后你们得好好给它清几遍 多清几遍洗干净啊 这就有为您的指示了多费水啊 你说你这 妈 您别这样 要不您自己干 您自己又不爱干 您让我们干您还兜了我们 您 您到底想怎么样啊 不玩了不玩了 不带这个的啊 你们眼俩合起火来欺负我一纯情少女 见过这样的少女吗 嗯 见过少女没见过这么纯情的 老苗 你说你爱劳动值得表扬 你要干活你就把它干干净 你说你洗不干净 我看见我嫌烦 我不还得洗吗 我洗了不是照样还是 先上厕所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又跟上了 现在没事跟着玩呗 那我走了 您陪她走啊 帮我带一户啊 去吧去吧 来 开饭了啊 妈 妈 菲儿 吃饭 汤在哪儿啊 汤在这儿 好了 我来盛汤吧 好好好 菲儿 菲儿 快 厕所没纸了 给我拿着纸了 来了 来了 吃饭了 嗯 妈 嗯 我刚才那儿盛出来一碗汤 你给搁哪儿了 那儿来分得清啊 怎么了 没什么 吃饭了 对吧 哈哈哈 你怎么不喝汤啊 你怎么不喝汤啊 我 今天肚子有点胀 不想喝了 买多吃菜 嗯 我去一下洗手间 喂 喂 妈 喂 菲儿啊 不是 这 这情况怎么样 那要 要是女的喝了怎么办 你喝了 没有 女的喝了呀 应该没事吧 那要是岁数大的男人喝了呢 不是 这个老少子都一样啊 是什么 对 继续 又是 那我看我干什么 你用啊 谁看你了 喂 菲儿 我 我刚才给你发的信息 你没看到啊 你看你这孩子这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在你们家门口了 你 你出来一趟 快点出来 出来吧啊 我等着 就这样 老子 我跟你说大事不妙啊 白晓鸥把戒指从上海给你寄回来了 我们哥俩紧拦拦拦没拦路 被你媳妇抓一正着 赶紧想一说词 好 好 不都说已经丢了吗 怎么从北京丢到上海去了 白晓鸥是谁啊 菲儿 不是怎么回事 妈 我想听佳琪自己解释 我喝醉了 把戒指带我前女友手上 结婚前一天晚上 是跟前女友在一块呢 菲儿 你别误会啊 她那个前女友早就没有来往了 妈 她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 这个季心 白晓鸥 就是我前女友 我们分派 并不是因为没有感情 而是被我爸妈给逼的 结婚头一天我就跟她在一起呢 我喝大了 她把戒指带给她了 你瞎说什么呀 这是事实 都在哪儿啊 怎么回事 上海 白晓鸥 白晓鸥 不 怎么回事这是 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这么乱七八糟的 你还白晓鸥呢你 这事你说不清楚 你别说菲儿过不去 我也过不去 你妈她也过不去 你 爸 你爸 既然是前女友呢 应该就没事了 我带了 别的女人带过的我不要 我说你这个人涵养怎么这么高啊 这都不跟我吵 打结婚起 你就天天跟我找别扭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想的是什么 你就盼着我天天跟你吵架 然后吵离婚了 你要去上海找你的心上人 是吧 我没有 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一直以为你心里有什么 说不出来的巨大的痛苦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你娶我 就是为了折磨你的父母 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 你就是这么卑鄙 你不敢当面抗争 你就用这一套 你巴不得我天天跟你吵架好 让你爸妈心里难受 你怎么能这么折磨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我说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呀 这里边的前一后果你了解吗 我折磨他们 他们折磨我的事 你看见了吗 对不起 我没看见 如果我看见了先去我会同情你 但是现在我只能鄙视你 我用得找你同情我吗 我根本不需要你来同情 谁我都不需要 邓家琪 我就是想不明白 有什么不能说出来一起解决的呢 你非要这样折磨自己 再折磨你的家人 你知不知道 这样最后最痛苦的就是你自己 何菲儿 我知道你原来是学心理学的 但是你也不用在我面前在这卖弄好不好 非把你自己说得跟个神似的 我告诉你 我知道你是因为什么才嫁给我的 你说什么 你问我妈要那份子钱 就是给你妈开审外部 我现在告诉你 那笔钱我要用来干别的 岳母带人什么样不 让她自己去想办法 太过分了 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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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知道 可能又吵架了 佳琦 你出来 你怎么回事 是干什么呢你们这是 结婚才几天你闹什么闹 我没跟她到 是她跟我闹的 她就惦记你点份子钱给她妈开店 我不同意 她就跟我急 董佳琪 你别胡说八道 谁 谁惦记那份子钱了 你 你妈根本跟我提过开店的事 你根本跟我妈要过钱 我估计你就惦记我们家那点钱的吧 谁惦记你们家钱 你惦记我们家钱 太过分 太过分了 你气死我了 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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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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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打人呢 菲儿 菲儿 没妈 她还打人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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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 我凭什么呀 我不去 就凭她是你媳妇 你跟姐姐的事 你跟她解释清楚了吗 行 听吧 听吧 走开 走开 对不起 对不起 分子钱 分子钱我给你一半 这菲儿脾气也真是够大的 你动手 你动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我都整了她好几天了 整天阴阳怪气的 你们也是 那戒指寄过来就寄过来了 你为什么当着菲儿的面壳在这儿 你怎么就知道说儿子啊 我跟你说菲儿 她确实跟我提过分子钱的事 你知道吗 那个分子钱 你当时不想给 你就别答应人家嘛 人家现在要了 你又不给了 你这多虚伪 我什么时候答应她了 我让她问问儿子 谁知道她跟儿子闹事啊 你这互独子互得有点过分了 菲儿为什么闹 你知道吗 是因为戒指在闹 什么戒指 两方面都有好不好啊 菲儿脾气好 不代表人家没有脾气 一旦闹起来她俩闹离婚 我看你怎么办 就咱们儿子那条件 她能干儿子的礼物 你的儿子 你捧着 别人也得捧着 现在都一个 谁灌谁的毛病 什么什么呀 其实我妈说得也对啊 这份的钱 本身就应该一人一半 这里边有一万五千块 我拿走了一半 另外一半 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用吧 你高兴了是吧 关你什么事啊 心里还想着上海那个女人是吧 是啊 那你就是承认 拿我当做跟你爸妈赌气的工具是吧 对 我告诉你 邓家琪 你想利用我没那么容易 因为我现在是名正言顺的邓太太 我是受法律保护的 还有我警告你 最好尽快忘了上海那个女人 因为即将跟你过一辈子的人那是我 你要敢对我使乱中心 你想想 你得被多少图抹性子淹死 我发现我原来真是太低估你了 但是有一个事实你永远改变不了 那就是我不爱你 我不可能跟你过一辈子 而且我现在已经豁出去了 我就破罐子破摔 我管的什么图抹性子 你要是忍不住啊 咱俩就离婚呢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以为我天天让着你 是我怕你 我脾气好啊 你错了 那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是不太了解你 但你也不太了解我 我这人脾气可倔了 邓家琪 我会让你爱上我的 信不信 咱俩打个赌 喂 你这 你的卡我收下了啊 谢谢啊 我现在要睡觉了 你穿好被子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睡地上 这是我的床 今天我要睡床上 我不睡地上 你怎么那么讨厌 你下去啊 老板 我就讨厌 我 我 喝酒水床 你 你怎么那么赖皮呢 你这个男人 我就这样 怎么着吧 我喝酒水床 我告诉你 你吓不吓你 我吓不吓你 你给我听好了 是不是打起来了 你跟我离 你给我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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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咬人哪 你干吗咬人 你吓死你 你吓死你 去 去 你看 贺飞儿 儿子 你没事吧 行 你哭什么呀 你别哭行不行 小点声 闹什么闹 深中半夜的 妈 没事没有没有没有啊 你别哭行不行 没事没有没有没有啊 一会儿我妈就进来了 咱俩先也不睡了 你别哭了 你成心的是不是你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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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行不行 一会儿我爸 我妈真进来了 干什么呀你 你想干什么 你给我道歉呢 对不起 我错了行吗 不真真 对不起我错了 我错了行吗 我上你去 好了 我现在去上了 好 我扶你了过来 我错了行吗 我惹不起你 我躲不起你 我躲不起你 能忍他 好 苗子 来了 陆总 有什么分数吗 你那朋友叫什么名来着 哪个朋友 就是你给我看小说那作者 老邓啊 邓家琪 邓家琪啊 嗯 跟你关系熟吗 太熟了发小啊 发小啊 那就是说 你拿他那小说的版权应该没问题吧 您几个意思啊 看上这小说了 你别说啊 这小说确实写得不错 嗯 我昨儿一宿也看完了 嗯 有几地方还真挺感动啊 是 你说这感情写得这么细腻 这是一女的吧 哎呀 满嘴胡叉一大老爷们 是吗 那我还真想见见这人 那男的感情这么细腻 还真不多见 嗯 他能写剧本吗 学中文的 肯定没问题啊 那就这么定了 反正现在公司也没什么好项目 咱就先把这力气来 行 那你谈去吧 哎 陆总 谈可以 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 我想做这个戏的制片人 制片人啊 制片人当然是您了 我是 执行 执行的那种 行啊 那你就先给他执行起来呗 嘿嘿嘿嘿 你要把这事给咱运作好了 嗯 其他的什么都好商量 但是要快啊 我希望今年下半年就开机 马上进入工作 嗯 坚决完成领导给的一切公众任务 您就请好吧 这是今年夏天的新产品 嗯 然后里面含胶原蛋白非常非常好用 很适合我们现在的皮肤 胶原蛋白 对对对 那款红的也是 哎 都是新品 你们先看着啊 嗯 喂 苗子 哎哎哎哎 领导茶岗干什么呢 我在店里呢 晚上没事吧 没事我请你吃大餐啊 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什么事啊 这事得面谈很重要 面谈就是面对面谈 再见 哎 难道这苗子 终于绷不住了 要向我袒露心扉 要向我求婚 哎 我觉得这是一好机会 什么机会啊 你看啊 有一个小说叫 《被亲情湮灭的爱情》 被我们那个陆总看上了 嗯 他决定改头拍一个电视剧 你当面谈 我当制片人 我了个缺 苗哥真的呀 嘿嘿 不是 那我哥 那不是又用 用谁都行啊 你 你跟这儿瞎兴奋什么呀 不是 我亲哥发达了 我能不兴奋吗 我各种信任的 别来说话 哎 你说你小子凭什么偷看我硬盘里的东西 什么叫偷看呀 你不是让我给你修电脑吗 我得一边修一边看吧 你拿我的痛苦出去卖钱 还出卖我的隐私 哎 你还拿我当兄弟吗你 哎哎哎哎哎 啊 邓 苗哥不是那意思 你看 他也是给你赚钱的机会啊 你看 多多好多 我 你那个小说里边写的 可没有你们的爱情 过程那么轰轰的也这样啊 但我的感情是真的 感情是真的 你就把它公布出来 公布于是 让大家看看 跟你又羡慕嫉妒恨 你是怕白小窝窝 还是怕贺菲儿 不怕什么 不怕你刚才那样 你不是三天两头的想 整贺菲儿吗 机会来了 把这文章给他一看 他就疯了 你太不了解我现在老婆 他看着若不清风 其实厉害得很 他还打过你啊 那倒好了 告诉你们 让我万万没料到的 他竟然对我使用怀柔政策 任我无理取闹 就是笑脸相迎 我挑衅了多少次 根本不接招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人家不理我 我怎么跟他吵啊 我还给他去 太腻歪了人家 你遇到克星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教你啊 把屋里取闹 改成歇斯底里 再不行 把文章改成武章 动他们 那可不行 要是我闹 就算离了婚 我爸妈也不会认为 是他们的错 也都得怪我 我现在是要让贺菲儿闹 再说了 我可不打女人 我还是那句话啊 把这文章给他一看 他要是不疯 那你就疯吧 你们公司真看上我这篇小说了 废话 要不我带着我苗哥在这儿跟你聊半天 聊什么的 对 好吧 让我考虑一下 我睡觉前要玩会儿游戏啊 玩游戏 今天晚上你还玩游戏啊 我我习惯 习惯 习惯 那你打算玩多久啊 那没准 那你还睡不睡了 你先睡吧 好吧 那你别太晚了啊 嗯 你最好把门插上 我妈没有敲门的习惯 很有可能随时都会冲进来的 嗯 你有你的电话呢 好 多少 你说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 好了 这门怎么称呼啊 你叫我小蕊就行了 我知道啊 你用邵蕊 我 这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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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经常停电 好 没事 我去拿蜡烛 这 我準 decide 好 威力 我了 你呢 你也不个人 好 还是你呢 你呢 好 都点上马上就亮喽 那你们平时就弄这么多蜡烛啊 对啊 这些蜡烛都是姐妹们聚会 然后过生日的时候留下来的 怎么样 怎么办呀 我跟你说啊 新婚之夜 要是抓不住老公的心 他一辈子都不会把你当回事 distracting servants 对 所以 一点 嗯 我 好像 也是 我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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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曾有你的人 却能不到你的心 就算遍到現實 也不開心 我想問你嗎 永逢爱我一切 看可爱我并爱你 如果我知道你的人 值得不到你的心 就算这倒是时间也不开心 我想问你问你 永逢爱你一切 永逢爱我并爱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陪你一块儿玩游戏吧 多好玩啊 你看你看 快快快 他打你了 打你快快 你怎么不反击啊 打吧 困了吧 你就睡吧 我去上厕所 你出去干嘛 屋里不是有厕所吗 我习惯上外面的 妈 你 你要什么东西吗 我什么都不要 你 你要什么东西吗 那就睡吧 那去睡吧 你睡吧 你呢 我打得正激烈啊 你还不睡啊 我陪你一块儿玩吧 我们俩玩双胆 我不想让你陪我玩 我想自己玩 行吗 那也挺好的 那我就先睡了 你别玩太晚了 明天要早起呢 好 你根本不是狠得下心的人 你那位合法夫人 也不是省油的灯笼 新婚之夜就找茬吵架 怎么回事嘛 我说你晚上不睡觉 出来进去干什么呢这是 不对头啊 怎么不对头 一点声都没有 不 你要什么声啊 新婚之夜哪能没事啊 你干什么去你 搬门缝去了 你这当的什么婆婆你这是 你传出去丢不丢人 什么叫搬门缝啊 你不搬门缝你怎么知道没事 我是关心咱们自己儿子 这关心儿子也不能扒门缝 我是怕丢戒指的事 菲尔有想法 菲尔当然有想法 这事本来就怪你儿子 菲尔不让他上床 活该他 你说什么呢你 你想当爸的说的话吗 干什么去啊 刷牙去 干嘛呀 像是跟我有仇似的 讨厌 你刷完牙就回来啊 别去拔门缝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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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哎 哎哎哎哎 我电脑 哎呀我电脑 哎呀我电脑 我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太过分了你 你干什么 为了个电脑 你连床都不上了 这是我吃饭的饭碗 你把我饭碗都砸了 我凭什么跟你上床睡觉 电脑归电脑 上床归上床 这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你这样让自己好好想想 这有什么关系啊 我妈妈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她都会拿起电话说 女儿啊 在忙什么呢 最近辛不辛苦啊 我就会跟我妈说 没事 我现在忙着呢 今天跟苏乌雷去拍广告 明天跟其他人去打高尔夫 其实就在家里了 那也没关系啊 说这些就是为 让妈妈放心吧 苗哥 你觉得 我是不是 不适合干这行啊 没有 很适合 也没有适合不适合 我为了这行 甚至把自己性格都改变了 真的挺想家的 回来了 林姐 你怎么在这儿 我等你呢 一晚上了 这 你俩怎么不开灯啊 我停电了 就是啊 肯定是跳闸了 哎呀 我好了 真够傻的 我说 一晚上都打你电话 你这打不通啊 手机没电了 你这不是去你妈家吃饭吗 怎么在这儿啊 被她骂出来了 得 巧了 我也是 因为什么呀 逼婚呗 那更巧了 我也是 那咱俩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啊 结婚呗 不说是明年吧 那明年什么时候啊 你非要在这上面加一个期限吗 那是一万年 爱你 苗之遇同学 你能不能有点诚意啊 我很有诚意啊 我 我说过多少回了 这结婚这事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事 对吧 你得有车有房吧 你得置办吧 你得买东西吧 你得租酒店吧 这很复杂 那人家邓家琪 怎么就那么火速啊 你觉得她那婚礼办得好吗 那你说来说去 还是不想结婚吧 没有 云姐 云姐 我 我 你们先聊着 我先睡了啊 不是我说 当着外人的面 你不能给我的面子吗 我就问你什么时候结婚 怎么就算不给你面子了呀 我不是想咱稳定稳定在结婚吗 那要到什么时候啊 你老什么时候 能当上独立的制片人啊 我那时候多大了呀 你为我想过吗 到时候如果你成功了 那身边的小姑娘 肯定乌样乌样地围着你 你再一脚把我蹬了 我怎么办啊 我是那人嘛 难说 现在 就你们这帮哥们里面 最老实的 应该是邓家琪了吧 她结婚前夜 夜不归宿 还把那结婚戒指 带给了她前女友的手上 这就是你们这些老实哥们 做出来的缺德事 这样 你等到我年底 如果 我还是现在这德行 咱们就结婚 真的假的 一言为调 拉钩 就是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一百年不许变 对了 这个是给你买的 明天的早点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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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好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妈 我来 胖着呢 好了 就放在这儿吧 吃早饭 吃早饭 爸 妈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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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样啊 你们两个人 昨天晚上睡得好吧 哎呀 有你这么问话的吗 这当婆婆的真是的 好好好 我问错了 问错了啊 行 我来 一家人这么其乐融融的 吃早饭 对 这才像个家庭嘛 是不是 嗯 这不你的愿望实现了吗 嗯 啊 行啊 你自己也吃吧 哎 自己也吃 苗子 别睡了 赶紧给我起来 现在到我家来 我电脑坏了 不行 上午这得修好 下午还要赶着交稿子呢 快点啊 电脑怎么坏了 是我昨天 不小心 把水洒在上头了 你们这俩孩子 新婚之夜玩什么电脑啊 嗯 对不起 哎呀 没事 电脑坏了有什么呀 早上休息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喂 老大 啊 你这是干嘛去 啊 送我上班啊 哎呦 真是 手冲若惊啊 哎呀 行了 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怎么了 我觉得不对劲啊 怎么就不对劲了 你没看那俩孩子那样啊 我没看出什么呀 反正我觉得不对劲 肯定昨天两个人哪 晚上有事来着 这这这 我看飞儿肯定因为 戒指的事 跟咱们儿子闹来着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你别儿子一结了婚 你就万事大吉了 孩子到底幸福不幸福 你知道吗 哎呀 我说你这 想操什么心呢这是 我得认识 你不觉得无聊吗 行 我也不管 你要觉得不无聊 你就问 好不好 我上班去了 还有一个小时 就得接新媳妇了 这时间真是来不及了 这样吧 我去接新娘子 哪有老公 不接儿媳妇的呀 那你说怎么办 行了 咱也甭争了 就这么定了 我去接新娘子 你在家继续打 找到以后 让她尽快赶到菲尔那儿去 不就完了吗 万一她要是去上海了呢 我就在婚礼的楼上 我跳下去 我摔死丢不丢人 我去了 我孩子 都是你怪 我孩子 断成什么了 公民大事 这么大事 一连你小时候给我回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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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说 我说你怎么来了 那你 你 我们家姑爷 你儿子怎么没来 他怎么不来接新娘啊 亲家母 实力不同俗 我们老家的规矩 那 那都是公公来接的 什么规矩 我怎么没听说过 没 我也没 那怎么办 费 费会儿 赶快 赶快 赶快走吧 我那她 小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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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听说 收一宿的电话 你在哪儿呢 儿子 我现在在公大建国饭店的 你爸都替你去接媳妇去了 你快点回来吧 我不想结婚了 你说什么 我爱的是白晓鸥 不是贺菲尔 婚礼取消了 你胡说八道你 你赶紧给我回来 儿子 儿子 喂 晓鸥 你在哪儿啊 机长 晓鸥 我爱你 你在机场等我 我要跟你回上海 我要跟你结婚 你等我 婚礼 来来来 走吧 走走走 佳琪呢 佳琪啊 佳琪在酒店等着呢 走吧 走走走 佳琪 等等 等等 喂 老敦 老敦 儿子也不知道怎么了 他也不知道 哪个神经答错了 他说他不结婚了 说他就我爱白晓鸥 他敢呢 你现在就在公大建国饭店 我知道了 这 这是我来处理 你不管了 好好好 出什么事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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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酒店等着呢 贝儿 走 上这儿 上这儿 走 你走吧 来 您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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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对 小心这点啊 对 来 鸡蛋糕 您 您坐后面 您坐后面这个 没事 您坐后面 坐后面 坐后面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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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这儿 快 快 快 上这儿 上这儿 关门 展平 你还想干什么 你 这点什么车子 你知道吗 你看 我看 对啊 我已经和这个女人领结婚证了 我还有什么资格去找晓鸥 我还有什么资格去找晓鸥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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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难 难 完了 爸 还没来呀 几点了 兄弟 快开始吧 儿子 你怎么才来的啊 去哪儿了你 赶紧把衣服换了 快去 赶紧的 妈 您问一下 王欣颖在吗 你找的啊 对 跟我来 好看吗 真好看 你怎么不高兴啊 该不高兴的是我 你知道吗 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还没把自己嫁出去 你胡说什么呢 你不是有苗子吗 别提她了 我每次一跟她提说结婚啊 她都跟我打太极 我跟佳琪 你是不是觉得 我跟佳琪的婚礼有点草率啊 你别再这时候说这种话啊 今儿可是你们大喜的日子 你得高兴 得笑 好 高兴 高兴 王欣啊 有人找你 姐 小蕊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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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就是新娘子吧 真漂亮 谢谢 恭喜恭喜啊 谢谢 你怎么一下子就找过来了 在门口苗哥带我过来的 你们俩怎么一块进来的 你们认识啊 熟啊 熟得不得了 一分钟前刚认识的 苗子 这就是我童屋小蕊 参加吧 这位就是苗子哥吧 我总听盈姐提起你呢 没想到今天一见 本人这么帅 我 跟我盈姐啊非常般配 苗子 苗子 我出去跟你说点事 我跟苗子说点事啊 走 说点事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新郎官吧 嗯 对啊 挺帅的 这什么事你得弄的 苗子 嗯 一会儿婚礼开始了 你得给我省一环节啊 什么环节 我把钱用戒指给丢了 丢哪儿了 我把他带白小蕊说上了 你昨天晚上 你真跟他 不是不是 你 你怎么当断不断呢你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吗你 不让你来教训我来了 记住 一会儿千万不能够 互相交换戒指这环节 知道吗 不知道 德哥 你别玩我 就是你干了 你媳妇也不能干 你媳妇干了 你父母也不能干 你父母不干了 你 你在丈母娘里也不能干 你丈母娘干了 那我也不干 那怎么办 不然戒指拿不出来 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我着什么急啊 我着急这戒指 不能自己张腿跑回来 那跑不回来我急什么呀 你什么人哪你是 表达表达 表达 我不管 今天白晓鸥就要回上海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把介事给我搞定了 不 大哥 你什么人哪你是 喂 谁啊 还睡呢你 你跟老邓说一声 婚礼我就不过去了 我喝多了难受 反正分子钱我也给了 我不是让你来婚礼现场 赶紧给我去机场 你去机场干嘛去啊 把戒指给我抢回来 什么玩意儿 什么 结婚戒指 怎么戴白晓鸥手上了 是啊 这不都是你弄的好事吗 死胖子 我告诉你 今天戒指你要拿不回来 老邓这关就过不去 你就别想好日子活 行行行行你别急啊 我之后去 所有人都在等你 等你啊戒指 亲家女儿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苗子妈 这是苗子她爸 你好 这是新苗子的妈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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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琴妈 你看她今天穿得多红啊 知道的呢 是你儿子娶媳妇 不知道的呢 还以为她是喜相子呢 穿这个喜相 是是是 是的 什么时候吃你们苗子的喜酒啊 别再拖了 到时候像人家说的成圣妈 我们家苗子做事情啊 可有分寸啊 什么时候忙工作 什么时候找对象 什么时候谈恋爱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孩子 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不像有的人 突然来一个什么 闪婚 弄得所有的人 都措手不及 我嫂子妈什么时候不高兴呢 没有没有没有 对不起 我不会说话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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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到哪儿了 动车 动车你不会下来跑啊 怎么回事 再有一个把戒指给我带来 把个吧 什么戒指 很重要的吗 我赶紧再上台 对对对 好 欢迎各位来宾 来到今天我们的婚礼现场 首先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这对新人 那么下面由我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新郎 他是一个英俊潇洒 年轻有为 玉树临风人见仁爱 车见车仔的大帅哥 邓家琪先生 那么好 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 温柔 可爱 美丽大方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贺菲儿小姐 那么好 我们下面的婚礼正式启动 开始 你们一定特别想知道 这对新人是怎么认识的 那么由我告诉你们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 风和日丽的早上 新郎新娘 风风火火闯九州 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我和蒋公子的陪我和蒋公子的陪护下来到了那个神圣又充满纯净的地方 他就是民政局的门口 忽然一声鹤令止住了我们欢快的脚步 也就是张阿姨 当时太过于激动 忽然心脏病发作 一团混乱之中 对 这会儿贺菲儿的出现 他大喊一声 让开 让开 我是护士 好 好 你为什么来了 还好你没进去 我以为你进去了 邓家琪呢 老邓结婚去了 结婚 邓家琪个骗子 他每次都让我给他机会 他给我我机会嘛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回去告诉邓家琪 我们完了 彻底完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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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小鹏 那个 戒指你不给我 他怎么结婚啊 小鹏 戒指 你回去告诉邓家琪 这个 是他欠我的 别走啊 小鹏 你这玩笑开太大了 只有一次 当时啊 这个新郎的父亲 是文化局的邓龙先生 不小心把腰给扭伤了 要去小区的医疗站 做那个护理 走到小区的花园的时候呢 这个倒在了花园里 又是那一个声音 让开 让开 我是护士 又从天而降 这是邓家琪欠我的 你说这多聪明的女人 她碰到感情上的问题 她也都变得魂不讲理了 话说回来 男人也一样 可这戒指我哪弄去啊 这两个人呢 他们就是天上无双地下无对 这个 你说的可真都累的 要我说呀 我们的新郎和新娘 可以说是过着同化和王子般的生活 而且呢他们有着非凡的缘分 这一见钟情呢 这种事儿一般都只能出现在电视剧里边 或者小说里边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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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知道 这个可能是我今天看到我这么好的朋友 他结婚我太激动了 所以想多说几句 那个下一项是新郎新娘宣读爱的誓言 然后 然后交换戒指 你别掺了 对 那么下面咱们宣读爱的誓言吧 你看苗哥 你比新郎官还紧张呢 我一个 你跟那个样子 这个 他反应不对 贺菲儿小姐 你愿意嫁给邓家琪先生吗 不管贫穷 富有或者疾病都不离不弃 我愿意 声音太小 我愿意 还是太小 我愿意 邓家琪先生 你愿意娶贺菲儿小姐为妻吗 不管贫穷 富有或者疾病都不离不弃 我愿意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该开席了 大家都饿了 我知道 这我也饿了 但是今天看到我们这段新人结婚我太高兴了 我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绪 那份激动的心情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唱一首歌 唱一首什么歌呢 今天我要嫁给你 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愿意跟我唱这首歌的 我跟你唱 我跟你唱 快快快 唱什么歌呢你这是 叔叔您也唱啊 唱什么唱 你得往下进行 叔叔 邓叔 你 你听我说 听什么说 你说得太多了你 那个下面新郎新娘互换戒指 好 下面呢 新郎给新娘戒戒指 好 好 干嘛呢你 带呀 带呀 借着呢 借着呢 借着 借着 快借着 大家以为邓佳琪先生 真的没有戴戒指吗 柳一悬念 大家快看 原来是新郎给新疆准备的 一个惊喜 实在是太浪漫了 太浪漫了 好 我们为他们护股掌 他们的警察 他们的状态 他们的状态 你的状态 那还要 你怎么办 我去把自己的状态 我去把自己的状态 你怎么办 你们去那什么 怎么那么大个儿啊 我们来给新娘姑姑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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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然两点多了 接着打 接着打 来 小 小 难道 我来回来打 电话都让你摁坏了 什么摁坏了 我看他接不接 你行了吧 行了 不打了 明天这婚不接了 喊什么你喊 喊能把他喊回来呀 晓鸥 晓鸥 我 真的爱你 爱我 你还娶别人 我不爱他 我最爱的那个 就只有你一个人 你哪这么多废话呀 你拍不拍 这不行啊 老爷子 这没法拍呀 这感觉不对呀 怎么感觉不对了 我说你连笑都不会了吗 你媳妇都不拘谨 你拒绝什么呀 第一次结婚 我没老婆媳妇 我没经验 不会 你过来 我给你示范示范 不是 结婚照吧 这不是幸福的事情 是不是 你 老大 对了 这感觉看得没有 来 同样 来 同样 赶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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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情好 来 看着 这不对了 赶紧的 这感觉好人不是你 来来 赶紧的 就这意思 赶紧的 赶紧的 来 赶紧的 来 赶紧的 来 赶紧的 这个了 好 好 高兴点 高兴点 你刚才好 看一下东西都带齐了没有 对对 好 这样吗 好 我帮你 庆教室 来来来 看看 我们这个身份证啊 不考虑 行了 妈 你别再磨叽了 这个东西我都是要干什么的 你要不放心 要不你跟着一块上去登记 行了 行行行 我放肆 赶紧 别再闹了 踏踏实实的 你跟菲儿把结婚争计的事办了 别再出什么幺蛾子 听到没有 走吧 习惯 连我结婚都累了 怎么这就算完了 当然啊 这个是受国家保护 受法律保护的 咱们以后就是一家子了 我怎么觉得 觉得什么 是不是觉得太简单了 也许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吧 你刚才看见没有 这办结婚 那个办离婚的挨一块 这挺人性的啊 以后再办离婚可方便了 刘刘 我说你这传说中的婚姻驾驶照 算是柳上了啊 你可别小看这小红本啊 这上面红戳一盖 那这一男一女 就能合理合法安全驾驶 对 这红戳一盖一个男人 就真正地失去自由身了 这女的也就失去自由身了呀 所以得谨慎呢 换频道 切 老邓 不知道怎么说你啊 作为朋友 我特别羡慕你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作为老同学呢 我恭喜你 你已经从一个单身贵族 变成有家人士了 作为爸小 那我对你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深表遗憾 哎 怎么说话呢 人结婚就不理智了 你这是谬论 哎 你懂什么呀你 行 苗子 我知道你想说了 没事 我就是窝囊 我认识 行行行啊 咱们窝囊窝囊 咱回头再说啊 今天咱们这个精致单身小派对 我已经完全地安排好了 而且还有神秘嘉宾登场哟 神秘嘉宾谁啊 不告诉你 反正到时候你都知道了 王新阳 你先回去吧 我想装一下单身 行吧 也允许你再封这么一次 哎 老大 明儿有我一个好姐们 也想参加你婚礼 沾染你喜气 行吗 来吧 真的呀 漂不漂亮啊 是单身吗 看你跟饿狼似的 我要纯单身啊 行 明儿帮你介绍 但是人家能不能看得上你呢 这就很难讲了 那必须的 你只要给我上张去啊 胡不胡拍我自己摸去 行 那我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少喝点啊 哎 你真打算这么做啊 我这么多领患 我还能怎么办 你对他下得去狠手吗 简单 别跟这儿装狠 你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老邓 我告诉你啊 装狠 你装不过我 玩浪漫 你又浪不过蒋公子 对吧 这样 你呀 设想一下 一个可怜兮兮 眼泪汪汪的女孩 她对着你说 说 邓哥哥 你不要离开我 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你下得去狠手吗 没有他 这次不一样 那咱们就走着看 我先把丑话说前面 别看你即将的这位太太 她不言不语的 她可不是擅长 不是省油的灯 宝贝儿 你看 妈穿这件衣服 参加你的婚礼 还行吗 不会给你丢人吧 挺好的 别上忙了 赶紧歇着吧 这婚礼啊 是很累人的 你得保持啊 充沛的体力啊 可为什么 什么 账都领了 你心里倒有点没招没落的呀 都一样啊 从明天以后啊 你就是有丈夫的人了 你要跟你的公公婆婆 还有丈夫住在一起 人家是一家人 你呢 是个外星人 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很正常 你说佳琪会不会不喜欢我呀 不喜欢她干吗娶你呀 是不是 但我老觉得她对我忽冷忽热啊 梦到我都搞不清楚她在想什么 你以后要想办法 拢住男人的心 这就需要啊 有一点手段了 新婚之夜 你说什么呀 你这孩子 你都要结婚了 多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我要了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 也不省泪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硬性的翅膀 带我飞 飞过绝望 我去想她们 拥有美丽的她们 我看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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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小子是不是一直跟白晓鸥有个联系 你有啊 这可不告诉我 欠责 你干我 短短 你听我说 他不是那名人 你说话你最神把他给弄来 你把他弄来干什么 你有什么用意 昨天晚上我就上网 谁知道他白晓鸥头像就在那闪 就跟天忆似的 我就赶紧跟他说话 他告诉我 他前一阵出去散心去了 才回来 然后他就问咱最近过怎么样 我就跟他说老邓要结婚了 结果就说了这句话 姐妹不理我了 我以为就这么完了呢 谁知道三十分钟之后 我正准备下线睡觉呢 人又告诉我 什么明天我去北京 结果我刚要阻止他让他别来 姐妹又下线了 然后就今天上午 我接到他一电话 他说他已经在北京了 要杀要管 你 非你们便吧 这 这 这有事吧 你啊 好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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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美 你的 你今天为什么要回来 我回来恭喜你 你知道我去上海找过你吗 你知道我在上海等你吗 是你换了电话号码了 是你掐断了和我所有的联系 我本来什么希望都没了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 对 是我 所以你不用紧张 我不会找你麻烦的 我回来只是想当面跟你说一声 恭喜 你就为了这个是吗 不然你以为还是吗 好啊 我谢谢你 来 我 我跟你喝 给你 哥 要不上去管你 ordo 你别动 别動 家禽你别喝了 你喝醉了 别喝了 喝了 佳琪 你不能这么磋了 我现在送你回去 我去教程 晓鸥 你别走 你为什么 你要不理我 你明明知道 如果我见到你 我一定会崩溃的 你干吗要这么折磨我 我没有不理你 那天在机场 我等了你整整一天你知道吗 我一个人在上海 几乎生活不下去 我爸妈怕我出事 才让我去新加坡三星的 你来的时候 我正好就在新加坡 哥 要不你自己劝劝吧 别废话 这种事 只有她自己才能带票 你知道吗 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今天本来不打算来的 可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一下飞机就后悔了 要不是蒋公子 一个电话一个电话都催我 我可能 我可能就不会来的 为什么我们 我们就不能再见 加琴别这样好吗 不接 这都半夜两点钟了 明天结婚呢 你说这倒霉孩子 他跑哪儿去了呢这是 也不给家长说一声 你别光给他打呀 给苗正宇 蒋冠飞给他俩也打呀 快快快 看看是不是 是不是 看看 两点多了 接着打接着打 我来打 我来打 电话都让你按坏了 你怎么按坏了 看他接不接 你行了吧 走吧 行了 不打了 明天结婚啊 不接了 喊什么呀你喊 喊得把他喊回来呀 秀 秀 我爱你 真的爱你 爱我 你还娶别人 我不爱他 我不爱他 我最爱的那个 就只有你一个人 我要娶你 我要娶你 谁也必须阻止我 佳琪你干什么 你别撒酒吧 姜鸥 你没带人 不想 不想 我爱你 真的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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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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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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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儿子 爸 儿子 干什么呀 开车 开车 来 别腻了 进行下一步行动 站住 警察 谁叫邓家琪 我 你是邓家琪啊 原报案 你们事先一起入室盗窃 入室盗窃 对 谁报的案呀 报案叫邓龙 别开玩笑了 那是我 我爸 我爸抓我 老爷子 老爸 慢点 老子 干什么呀 你想瞒着我们跟他偷偷地要办 结婚登记是不是 我想问你们要干什么呀 我还真没见过 上官局报案告自己儿子的 是让你们非法活活 放在保险柜里呢 我不得偷偷去拿吗 你吼什么你 你赶紧先跟警察叔叔 把这事说清楚 赶紧把案给我销了 销案简单 把问题讲清楚 我还不清楚呢 你们为什么 就不让我跟小欧结婚呢 你跟他不合适 我们俩怎么不合适了 就因为你要跟他去外地 外地就不合适 人家外地人 都能来北京打工 来北京生活 我北京人 凭什么就不能到外地去生活呢 人家为了生存 知道吗 你为了什么呀 我为了什么 因为我爱的人在外地 你爱什么呀 我们怎么办 你怎么就会为你自己想啊 我们辛辛苦苦把你拉扯这么大 我们为了什么呀 我跟晓鸥 只要到了上海 把一切都安顿好 我们会回来接你跟爸的 真的 不行 我就告诉你 今天你要敢跟白晓鸥登记结婚 你就永远别回政家 走 儿子 听话 你要是到了外地 你就知道了 这事不是闹着玩的 将来你接了婚生了孩子 你想回来都回不来了 知道吗 阿姨 我们去上海又不是不回来了 在这上海我人头熟 我们发展也比较方便 我们北京人头还熟呢 你为什么不把你父母 接过来过呀 这件事情是我们俩的事 别人没有权利感受 我们是他的父母 我们都没权利 谁才有权利 就因为你们是他的父母 所以就想操控他 你们看看把佳琪逼车什么样了 偷拿户口本 偷着出来结婚 你们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 是我们过分 还是你过分哪 他是我的儿子 我跟你说白晓鸥 谁要想把他 把他从我身边摆走 那我是不答应的 这是我们家的私事 这儿没你说话的权利 你走 儿子 听话 佳琪 你是选择给我登记结婚 还是留下来 你自己决定吗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缺德了呀 你这是欺负他 你知道不知道啊 妈 行了 你什么也别说了 今天就算说出大天来 我也要跟小伙结婚 你敢 儿子 儿子 儿子你不能去 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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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这么做就是要了我的命 你快去劝劝他 他现在是走火融魔了 快去 阿姨你别放心 老道 儿子 老道 你 你听听 阿姨 这怎么了 阿姨 他心脏一时不好 慢点慢点来来来 快 什么呀 快 快 他心脏有不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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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不是 听话的我是护士怎么了 他心脏不好 不能放挡 你这么扛着来 快点打样的 你妈要是有三长两短 我看你怎么办 大夫 跟我妈怎么样 病人病情基本稳定 还需要住院观察两天 谢谢大夫 谢谢啊 来 小心 小心小心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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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夫都说了 妈现在这个心脏 可能哪天说睡就睡过去了 你要是想走这么远 那真是一想见妈都见不着了 妈 对不起啊 我知道错了 那你是不是就不走了呀 我不走了 我哪儿都不去了 好 儿子 妈就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因为需要休息 好好好 走走走 小心点 小心点 有我哪儿 有我哪儿 你看我妈都这样 咱们的时间放了行吗 放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 但你千万别逼我 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事情我肯定去办 等我妈出院了行吗 好 但是你要答应我 我们结婚以后去上海生活 离开北京 你让我连我爸妈都不管了 跟你去上海 是你自己说的 就才刚刚你还说 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可是事实呢 是我妈现在她已经住院了呀 所以啊 我们中间隔着一个障碍 是你的家庭 他们没办法接受我 会的行 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让我爸妈接受你的 你爸妈接不接受我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 我跟你的父母出现矛盾的时候 你会为了妥协他们 而放弃我 我伤心 伤心 你别为妥协结兴 我想说李小것 我都ใช Duane 你看这一夜 他让谁再服呢 我现在跟我叶利 那在你身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